价值60欧元的交通奖金真的又回来了 申请要求放宽 本期视频由连锁品牌小伟洋火锅特约播出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去年意大利颁布的交通奖金 受到了人们很大程度的欢迎 以至于2023年一开年 交通奖金能否继续延续成了被高度关注的话题 去年的交通奖金是在燃油价格破二紧张局势下 为了缓解困难家庭交通出行而设立的 今年燃油价格趋于稳定 交通奖金迟迟没有消息 昨日2023年交通奖金终于被签署 价值60欧元的交通奖金真的又回来了 2023年的交通奖金由燃料法令规定 并指定拨款1亿欧元 昨日它由交通部长 劳工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签署 旨在支持家庭 学生 工人购买城市 城区间 公共交通的计票 包括了公交车 地铁 火车等所有陆路交通工具 但还没有确定奖金的申请日期 正因如此 才被各个工会催促立刻采取行动 因为马上要进入夏季 亏不出它最大的用途了 在申请条件上 今年的要求 较去年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放宽 今年要求家庭年经济指标为35000欧元 而去年为2万欧元 我们可以在2023年12月之前申请该奖励 申请需要在专门的网站上操作 并使用SPID或者CAE登陆才能访问 但目前打开网站申请 出来仍是 抱歉 从2023年1月1日午夜开始 将无法再申请交通奖励 想要申请的街友们 在最近可以多多关注这个网站 预计在各个工会的压力下 申请开放时间也快了